借这个方程,三次根号下X加上,三次根号下X-16等于,三次根号下X-8,借这个方程。 我在这里停一下,如果你感兴趣,可以暂停视频,想一想这个问题。 我现在做这个题,这个题一看上去,觉得挺难的,其实截起来并没有多少技巧,就是给两边立方,想办法把这个根号去掉。 先看,括号A加B的三次方,是等于A的三次方,加上三倍的A平方B,再加上三倍的AB平方,再加上B的三次方。 这个又等于A的三次方,加上三倍的AB,再加上三倍的AB,再加上B的三次方。 这个又等于A的三次方,加上三倍的AB,乘上括号A加B,再加上B的三次方。 解这个方程,就要用到这个等式。 看第一步,把方程两边都立方,三次根号下X,加上三次根号下X-16,括号的立方,就等于三次根号下X-8的立方。 然后下面,根据这个A加B的三次方这个公式,它就是三次根号下X的立方,加上三乘上三次根号下X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16, 再加上三次根号下X-16,括号,再加上三次根号下X-16的三次方。 就等于右边这个方程,就等于右边这个就是X-8了。 看这里啊,这第一项就是X了,再加上三次根号下X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16,再乘上。 这里这个三次根号下X,加上三次根号下X-16,就等于三次根号下X-8。 所以这里啊,就是乘上三次根号下X-8,这个题的小机关就在这里。 要能想到,把这个三次根号下X,加上三次根号下X-16,用三次根号下X-8替换。 然后再加上,这一项就是X-16了,等于X-8。 然后啊,把左边这两个X还有-16,挪到右边。 那就是三乘上三次根号下X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16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16, 就等于最后挪到右边,就等于最后挪到右边,应该是8-X。 然后下一步,再给这两边啊,立方,那就是三乘上三次根号下X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16,再乘上三次根号下X-8。 给它立方,给它立方,等于右边也是立方,8-X的三次根号下X-16。 看着左边立方之后啊,它最后立方的结果就是,3的三次根号下X-17,再乘上X-16,再乘上X-8了,等于8-X的三次根号下X-16。 乘上X-16,再乘上X-16,再乘上X-8,等于负的X-8的三次根号下X-16。 做到这里啊,人有时啊会犯一个错误,就想把左边这个X-8和右边的X-8约掉, 然后这里写成X-8的平方,这个不能约,因为它这里面有位置数,不能约掉。 应该是这样,27X,再乘上X-16,再乘上X-8。 把右边这个负的X-8的三次方,挪到左边,移向要变号,那移到左边啊,就是加上X-8的三次方了,等于0。 再往下写,看这两项,能提出一个公因式X-8,那就是X-8乘上27XX-16,再加上X-8的平方等于0。 然后再往下写,那就是X-8,乘上括号27X的平方,减去27X乘16X,再加上X的平方,减去16X,再加上64,括号等于0。 再往下写,再往下写,下面是X-8乘上,这就是28X平方了,再减去28X乘上16X,再加上64等于0。 这是X-8,这里是,看这里这几项啊,有一个公因数4,那都除以4。 这里就是7X平方,再减去112X,再加上16等于0。 那从这里啊,能看出来,这个方程啊,就有三个根了。 第一个根就是X1等于8,8是它的一个根。 它后面这个,X2X3啊,就等于IA,A是7,IA就是14,IA分之负B,B是负到112,负B就是112。 再加上或减去,根据去4AC,就减去4乘7,再乘16。 这个又等于14分之112,加上或减去。 这个最后开放啊,结果是24乘上,根号下21。 那这个就等于,上下都可以除以2,那就是7分之56,加上或减去12倍的根号下21。 所以啊,这个方程有三个根,一个是8,一个是7分之56,加上12倍的根号下21。 第三个是7分之56,减去12倍的根号下21。 然后再看啊,这个根号下112的平方减去4乘7乘16。 怎么能变成这个24倍的根号下21。 可以这样看,这个东西等于,根号下112的平方减去, 64乘7。 64是8的平方。 那给这两个数,提出公因数64,那就等于根号下64乘上括号。 112的平方除以64,等于14的平方,再减去7。 这个就等于8乘上,根号下14的平方,可以写成28乘7,后面再减7。 这就等于8乘7了,再等于8乘上,根号下3的平方,乘上21。 这就等于24倍的根号下21了。 谢谢啊。 谢谢啊。 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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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